众所周知,丁宁曾经是中国平行球女子国家队的一姐,尽管近段时间遭遇伤病困扰状态下滑,但是仍然是全民喜欢的对象。 郭富城从对你爱不完到现在,26年多一直屹立在港台娱乐圈子,而且成为影视歌舞四期明星。 如果这两位明星站在一起会是什么效果?相信很多球迷都会有自己的期待。 近期,这两位大明星真的同台参加了某项活动,在活动中,丁宁还是那一身运动服,红色的上衣代表国旗的颜色,证明了他依然希望在国家队的地位。 郭富城身穿黑色西装,发型非常好看,也显示了老台娱乐明星的气质,对比两人的身高,我们会发现丁宁略高一筹。 资料显示,丁宁的身高是1.73米,这在女孩子中间,已经是鹤立集群,当运动员合适。 当模特也能说得过去,郭富城的身高有资料,显示是1.71米,难怪看上去比丁宁要矮小一些。 但是,港台娱乐明星成名成家,依靠的并非是身高,而是丧音,演技和机率。